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得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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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简单点 简单点 你好啦 打招呼啦 不是 I love you I love you 每次提起鱼石 可能你都会想起住在旁边的陈太 或者早上坐电梯 总会遇到的公公婆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不同种族 甚至会在同一屋蝉下的印尼姐姐 都是我们可以关心的对象 外容在香港是一个特别的群组 我自己看 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会觉得 他们是来做事的 他们收了钱的 就是所谓人工包卖 所以就觉得 其实都不用很特别要关心 因为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但我们就觉得 其实是否因为他们只是一个努动的人口 就变成了很多 其实我们平时对一些 界伦社要关心的事 要做的事 我们都会觉得 可以不需要为他们做 但我们也有很多这些移民的 所以我们就想着 不如尝试多些了解 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中文里面有句说话 民以食为天 活在同一天空下 就算不同国籍的人都喜欢美食 这一日 就有一班乙工和印尼姐姐 来一场舍尖上的文化交流 互相教大家制作美食 原来印尼姐姐不单做事认真 用心记下食谱 而且更好潮 会直播他们的主食过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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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很多都是穿得很 有些夸张 或者不是夸张 就是在一边电话 很多时候都会有电话 基本上很难去接近他们 但好像今次 有一个平台 给大家一起去接触 其实他们都是很 很热情 他们都会肯定跟他们说话 打开华盖子 印尼姐姐 我觉得他们很喜欢热闹 而且他们非常乐观 是很happy的 整个结婚 我觉得现在这次是一个interaction 可能增加了我们每次的生日到了 还没开机啊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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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义工教大家做蛋糕之后 今次就轮到印尼姐姐大显身手 教我们制作他们的家乡菜 巴东牛肉和牛丸 烹调牛肉的时候 加入柠檬叶 香茅 牛肉醬料 椰奶等等 搞到整个厨房都充满着香喷喷的味道 印尼姐姐还很贴心地提醒我们 怕辣就记得不要加辣椒 今天有个陰容的姐姐去做牛丸 发现了很多原来 我平时在家煮食 跟她煮食都差不多 虽然大家都是不同的地方 但其实煮食的手法都有点相同 我觉得跟他们都挺开心的 因为平时在维园见他们 整班人聚集 都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跟他们一起有些交流 今天这个机会就 我觉得很好 他们很懂得照顾人 除了大家一起做食物之外 他们也会准备一些 饭、粟米餅、 云露麵 一起去分享 想不喜欢吃刚才的东西 全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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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厉害 而且有时候我说 这个也很厉害 本地人 在一群印尼姐姐当中 有两母女 原来已经来香港超过十年 她们还说很喜欢香港 因为她们工作上面对的香港人 都好像亲人、朋友 她们是安全的 而且香港人觉得在香港工作 会比较开心 为什么在香港工作 会比较开心 因为我们现在香港人 在这里终作 我们觉得很辛苦 那如果香港是否人来呢 在印尼玩的东西 就很难找 香港就很容易找到 那边读大学也是一般的 找很多东西做 所以都会选回香港主义 对呀 中香港 香港会比较开心 对她们来说 香港并不是一个异乡 甚至她们都会受香港文化的影响 尖尖融入了第二个家 我习惯了 在香港上头都可以 好 好 我习惯了 因为是香港食物 因为我 我太惊讶了 因为我也不能吃辣 因为 我觉得这次接触人 我觉得他们整班 不知道用团结这个字对不对 我觉得这些圈子的哥哥的向心力很大 他们好像很团结 而且也很开心 他们说每星期会一起学做车衣 然后又说会学剪饭 我觉得他们也会学习 或者来到香港也会继续学习新的东西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一个笑容 一句问候 和一个好奇心 就可以打开大家的画甲纸 那你呢? 平日有没有观察 聆听 和关心印尼姐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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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